今天是8月15日 抗日战争胜利78周年 就是日本投降78周年 我发了很多类似这方面的 但是流量都比一般的少 我不知道为啥 我特意上我们家这边 抗日战争纪念馆 困屋墓 我特意真人去的 相信大家也看到 但是流量很低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看了每一个 很多媒体的头条 什么的都看了 这种内容流量都不高 实际上在今天 这个特殊日子的815光伏 这个特殊的日子不应该 然后恰恰是那些 很火的头条的那些新闻 上头条的流量很高的 有的都几百万上千万 全是一些屁事 什么类似于特斯拉 江里亚什么这那 反正一大堆药 个人的事啥都上来 那怎么这个头条 而就流量就不能给这个最大的 胜利量 抗日战争剩七十八周 为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 而且现在前方建马母帐 美国携带他这什么小地 别包括日元 据说是八十万大军 六个航母站住去 就在咱们这个周边 又要穿越台海 又卖给台湾武器 这敌人正在前面 要五成为 咱们全民备战 就这么大的一个背景 没有头 是一支对外 任重而道 说了我就不想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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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